我就是成大電機工程系的學生,我叫Koei 我現在就是在讀CDE的 就是電子計算機及數據工程學 是Year 3的學生 其實我們部份分了三個Major 每個Major其實學的東西都幾不同 比較軟件的就是CDE和INFE ECE就是比較硬件的東西 我自己比較喜歡一些資料方面的東西 所以就選了CDE 我的學習經歷其實就是 一開始在Year 1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很多不同的 就是在學生時 身上就會貼上很多不同的貼紙 我就是貼上電機工程學系的貼紙 給Underwater Robotics team看到 然後他們就認為 這個會是有機會是我們的新隊員 然後我就被他們邀請 去了Boofer看 然後我也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加入了 然後我就參加了這個 這個賽馬會見同理的計劃 從而就去做了一個叫Top Tech的設計 這個都會在整個會提及到的 先說了水底機械人的隊 他最主要有三個不同學科的成員 還有電腦科學 電機工程 還有機械工程 還有機械工程 所以就是說 除了自己學科之外 還會學到其他學科的知識 還有因為比賽的項目 每年都會更新的 所以他都會基於一些最新的科技 而去對於這個項目做一些更改 所以參加了這個組合 就可以讓你知道最新的技術 最重要就是說 有機會去參加不同的比賽和交流 你看到下面的兩張照片 一個就是去新加坡做交流 另一個就是去上海去參加過 水底機械人的比賽 對我來說 其實最印象深刻就是 在上海的比賽 因為它不只是學生參與 還有一些機構都可以參與 我記得當時就還有這個 上海那邊的一些水景 他們都有去參加比賽 其實我們都很大開眼界 然後就是這個賽馬會建同理計劃 它就跟剛才Jag那些 Hackathon 是同一類的比賽 我們這個就叫Mekathon 它就說在48個小時裡面 就給你一個題目 你去做一個Prototype出來 我們的題目就是 去幫視像人士去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分辨銀包裡面的卡 好像信用卡都有好幾間銀行 這個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大的挑戰 我們就用NFC的技術 以及語音技術去幫他們辨認物件 這裡就是下面的圖 這幅圖就是我們那些用戶 我們去跟他們做User Testing之後 拍了這張照片 他們收到寶機其實也很開心 這裡其實就是我們一開始 由零開始去做 就參加了不同的比賽 參加了不同的conferences 他也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 收到很多不同的意見 這個就是其實一開始 Dr. Ray將說的 那個營運了香港ICT award 再之後呢 我們也去了參加其他的比賽 有去了澳洲 有去了加拿大 這個我們就沒有去的 不過是遠端這樣去贏 贏了一些獎 還有這個就是 剛才ICT award的一個進階版 就是去了越南去參加一個亞太區的比賽 雖然我們就贏不到 不過當中呢 我們都獲得很多不同的經驗 那最後呢 就是 大家都準備升U 或者都準備入U的了 那我就想說 就是大學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所以你要隨時準備好自己 那只要你肯主動把握機會 就學到很多不同有趣的知識 那因為其實就是說 你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那當然你要去看看 你對哪方面是有興趣 那就去接受那些這樣的挑戰 那這樣 但是就算你可能覺得 我現在都還沒有很肯定 我自己在哪方面有興趣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任何都要去試一下的了 那就好像我自己現在這樣 我就是對三個標有興趣的 那我的方法就是 我三個感覺都要去試一下 去確定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 之後再在那條路上去學多些不同的東西 那第二就是說 不要害怕一些新的事物 或者新的知識 那因為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技巧 只不過是用新的形式去出現 所以只要你肯學 那他們就會屬於你了 那有時候可能做功課的時候 或者溫習的時候 看到是有些新的東西 有時候我也是會 我不會馬上去碰他 但是到時候你會發現 都在一起的時候 到時候再解決就很辛苦的 但是其實你那時候 他真的去理解他的時候 發現 不是什麼難的東西來的 是一些很簡單的技巧 只不過是 他用了在別的方向裡 變成一樣新的東西 但其實他是絕對不新的東西 那我的表演就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